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藍綠白備戰2026 天下父母星啊 這一個人又出現了 為了是什麼呢 為了他的女兒蘇巧惠 蘇貞昌 這是民進黨新北市議會的黨團幹部交接 蘇貞昌來出席了 他女兒其實是立委 那他為什麼來出席 當然也是為了他女兒 蘇貞昌他是用老縣長的身份來參加黨團幹部交接 當然也跟侯友宜就碰面了 侯友宜就說 不會和諧 溝通 協調 相信你蘇先生感觸也很深 因為現在不知道他的職稱是什麼 蘇院長還說 友宜領導新北市政府實在是非常不簡單 哎呦 七皮疙瘩大家都起來了 受不了 好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昨天的交接之後呢 蘇系人馬等於說是掌握了新北市議會 包括總召張維倩 書記長陳乃瑜 副總召張錦豪 幹事長廖宜坤 大概蘇系的人馬是比較多的 好 那你看到蘇巧惠也有去呢 哦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大家一直認為 2026的新北市長民進黨很可能會推蘇巧惠啦 那這個也有人說是林佑昌 但是林佑昌有一個強大的爸爸在後面幫他的忙嗎 看起來這一點蘇巧惠就是比較有優勢啦 蘇巧惠就說希望大家一直會覺得我是一個好人選 選民會自動幫大家做最好的一個配對 講得很明白了嘛 選民覺得我是一個好人選嘛 所以大概就是他選的啦 所以國民黨也是應戰啦 假設這一位蘇先生一直在那邊衝的話 搞不好他女兒還真的是很有機會 好 那你看過來蘭營的部分你就真的覺得 好 現在這個蘭營要整併黃復興 他用整併 但是因為一開始新聞傳出來說叫做裁冊 哦 說黃復興的人心都碎了都哭了 然後後來就解釋了半天說是整併啦 我們沒有要裁冊啊 只是要把它改變啊 就組織的一個進步等等等等 那絕對不是消滅黃復興解釋了半天 但是其實還是對於很多黃復興來講 心裡會覺得有一點不舒服 覺得你怎麼沒有跟我們解釋清楚 然後就這樣子就給我們合併了 對 就合併起來了 所以呢這個也有人認為說黃復興 因為黃復興其實是非常好動員的 國民黨只要任何選舉黃復興一定站在最前面嘛 要投票一定是黃復興去投票 那會不會最後因為覺得心裡不舒服 結果就被說變成白復興了呢 不曉得 但是因為黃復興通常都是退役的一些這個 軍人比較多啦 那來自眷村的也比較多 如果要變成白復興 我個人覺得機會不大 但是現在可能就是國民黨 包括黨主席要好好的撫慰他們這個受傷的心靈啦 但是神復雄也說 這一年多來住人做了很多錯誤的事情 很多決定也不正確 但這件事情是正確的 確實啦 黃復興 這個需要整個 就是國民黨整個組織需要調整 但是手法可以更細膩一點不是嗎 來台北新元中小平就說 黃復興轉投白銀的問題應該還好 因為60歲以上真的是不喜歡柯文哲 55歲以下的青壯年退役軍官 還有佔這個一成到兩成的陸配 這兩種人會比較容易投給白銀 民眾黨也正在進攻 這是國民黨要小心的一個部分 因為60歲以上大概就不用擔心 但是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會不會就變成白復興 這也是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好 那另外在高雄市長的部分 柯智恩當然是這個 柯智恩他就講嘛 他就講說 不管我們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還是都是怎麼樣 女性比男性勇敢 因為那個林黛化就已經直接講了 我要選高雄市長 然後上次問那個許智傑啊 許智傑在那邊自自烏烏 所以柯智恩就講說 好嘛你看都是女生 那主動出來講 如果是他的責任 他也不會回避 等於是就是差不多啦 就這個意思 他要選2026的高雄市長 那民進黨可能的對手有誰呢 除了已經表態的林黛化 半表態的許智傑 也有人認為賴瑞龍或是 這個踹門高手邱毅營 也有可能出來選 就不知道了面對誰 但總之高雄不好選 所以柯智恩接下來 一樣也是硬仗一場 那國民黨的中常委 是在9號改選這次的候選人 那卻比應選的人數還要少 只要一票就能夠當選中常委了 哇怎麼會這麼離譜 現在這個大家就把矛頭指向了 黨主席朱立倫 對此朱立倫表示說 這次的資格審查比過去嚴格 也希望中常委是以民意代表為主 好能夠跟基層站在一起 那對於民進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 柯總召 說這個國民黨的新科立委素質低落 朱立倫反嗆了 他說柯建民你不要破腹罵劫 其實我們當時登記的人數是超過的 只是我們比較嚴格的審查 那最重要的其實是中常委 我們希望都能夠對黨 能夠提出很多的一些 貢獻也好建言也好 能夠來協助我們爭取更多的支持 那當然我們還有指定中常委 都是會以民意代表跟具有代表性的 這些人士為主 那我們希望能夠中常會能夠 更能夠跟基層結合在一起 我們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一個改革方案 除了我們讓原來比較資深 老一輩的黃復興的黨員 繼續的能夠來服務黨 或者是跟黨結合在一起 其實要爭取的是中青狀世代的 非常多的退伍軍人 他們目前90%都不是黨員 那我們希望能夠爭取他們 成為我們的黨員或成為我們的支持者 這是要努力的目標 有陸佩的常委會不會擔心之後被抹猴 不會 我覺得在台灣的人口比例上面 有越來越多的新住民 那新住民當中 不管他來自中國大陸來自東南亞 都是我們台灣人的一部分 剛才我有遇到柯建民總召 我有提醒他 他的水準不要低到 連法律都看不懂 憲法都不了解 或者是很多民意都不了解 我覺得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惡意的攻擊在野黨 是非常非常不恰當的 我們希望大家去了解深意 每一位立法委員 我們都以尊重 不要用惡意的攻擊 惡意的攻擊 很多事情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柯建民總召 你不要水準低到 是破腹罵街 再來看到的是大陸兩會議程當中 台灣人大代表團的團組會議 今天登場 唯一出身在台灣的代表陳雲英 評論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指出 台灣的社會在弱化 在每一次的台灣選舉當中 又經過三情的選舉造勢動員 再一次的加深自己 不是中國人的認知洗腦 其實對於台灣同胞來說 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是一個悲劇 陳雲英說 賴銷得票40% 選舉結果不代表主流民意 更多的年輕人 很可能是具有綠色背景 但是投給了民眾黨 顯示台灣過去 藍綠對抗 現在變成三黨共治了 強調兩岸交流不會停 除非台灣有新人可以的阻撓 另外呢就是最近 是不是因為盧秀燕 可能是下一屆總統的人選 所以開始出現所謂的 這個黑爐產業鏈了呢 一起來看看 我先說一下就是呢 聲量跟好感度跟滿意度 其實是三種事情 千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談 因為你仔細看 因為聲量有可能是負聲量 增聲量 對 因為聲量很高 這件事情它有可能是 你剛好在什麼事件的風頭上 那這個事件可能是對你有利的 或對你不利的 又或者是被操作成對你有利 或對你不利的 那所以你要注意就是 好感度不等於滿意度 因為滿意度的話我就會是 那麼真正扎扎實實的 從台中市民當中抽樣 然後接著說你滿意不滿意 這個盧秀燕的這個政績啊 如何的 那你就是一個市民算一票嘛 對不對 可是你在網路上的聲量不一樣 你一旦有了網軍之後 你所創造出來的好感聲量 跟不好感惡感聲量 其實常常是很驚人的 可是它不見得跟市民有關 所以你仔細看那個榮泰創數據的數字 你首先看那個 就是你先不要看那個排名 你要看的是總聲量 總聲量 哇 盧秀燕這個 他的總聲量 根本就是這個第二名的一倍以上 那第二名是誰呢 第二名是蔣萬安 好 那我這邊 那你說這個 這個陳其邁的好感度是最高 原因很簡單 因為沒有事情 沒有事情在討論他 那你也會發現說 網軍現在的主攻對象 其實就是盧秀燕跟蔣萬安 還有這個謝國良 所以呢他們的聲量很高 那當然這裡面負面攻擊的聲量 就會非常的高 但我這邊提一點 就是說他不會等同於滿意度 所以呢也不必那麼急著 就是說他就等於滿意度 但未來會不會對滿意度有影響 這是有可能的 他就反映了一件事情 民進黨的攻擊號角已經起來了 他們永遠監督在野黨 所以呢 黑的一定要把它縮成白的 白的一定要把它縮成黑的 等一下我們談底肺地的時候 我可以給大家很多的這個 相關的一些這個數據 你就會知道說 台中市的社會住宅 明明是遙遙領先 可是呢 他就被他扭曲到說 好像他在炒作房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好調查 我愛你 我愛你 好好嘗嘗 好想念 。